现在我们所在的是江苏东台 金奥科技智慧工厂 今天我要去体验一下 现代化产线工人的生活 我一个文科生 对什么电子机械 自动化控制一窍不通 他们居然敢让我去产线上 生产一块组件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有才了 走 我们一起造主件去 现在在我手上这一块 就是金奥的费锈超多组三的 矩形电磁片 它的厚度只有不到140个微米 马上电池将会通过我面前 这台滑汗一体机进行滑片和焊接 半片的电池片通过原湿焊带和拍扁工艺 实现了电池之间的小间距连接 换焊好的电池串通过机械手进行抓取 然后按照六列形式进行排版 现在呢 一块标准组件就已经出具雏形了 为了确保光伏组件在工作的时候 免受水汽的影响 同时增加它的机械长度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叠层的环节了 一块双波组件有五层组层 上下两层玻璃 中间有两层封装胶膜 把电池封装在一起 叠层这一步呢 就是把玻璃胶膜和电池叠放在一起 然后通过焊接汇流条 形成电流回路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对摆放好的电池组 进行第一次的体解 正如一个人检查身体 可以通过医院的AX光的检测 去确定骨骼和内脏存在的问题 同样的通过ELVI测试 对组件进行体检 也可以帮助我们 起早的发现可能存在的缺陷 通过AI高精度智能的判定 来确保电池组的质量 组件完成体检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沉压环节 组件进入沉压机之后 通过真空和高温的枪体 把玻璃焦膜和电池都粘合在一起 通过水冷降温冷却之后 我们还要对组件进行美容 切去侧边多余的胶膜 最后就形成了一块美观的组件 沉压后的组件通过装框机安装上铝边框 使我们整块组件更加的稳固 同时焊接上了接线盒 这样我们的组件就拥有了正负极 小姐姐 工作一天辛苦了 你看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帮你打打下手的 你都帮我剃个线盒 好嘞 全自动化的工厂我也就只能做这些了 这就是一块完整的光伏组件了 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组件在出厂前还有三道检测官要过 首先我们是对组件进行绝缘和耐压的电气安全检测 然后IV检测是模仿太阳光的照射 对组件的发电效率进行检测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块组件的发电功率了 最后是厚道的一二检测 再次做全方位的智能体检 确保出厂的组件百分之百的合格 那么一块630瓦的Deep Blue 4.0 Pro的组件 就已经制造完成了 光伏组件进入智能立体成品仓 等待出货指令 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 杨长长 今天在咱们东台的基地 我体验了一天我们这个产线工人的工作 看到就是我们组件制造的一些重要的工序 也实现了百分之百的这个自动化 梅老师今天辛苦了 我们更希望看到更多的媒体以及行业类的人士 过来参观我们东台京奥项目 我们东台京奥自力于打造行业内的登打工厂 采用纯国产设备 全面布局 智能制造加数字化加5G运营体系 供应全球市场 在开发太阳能造福全人类的新能源征途上 以京奥科技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 势不可挡 范营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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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